作词 李宗盛 玫瑰开吧 那青春来长发 却从不回的往 只为珍惜人的灿烂 玫瑰开吧 不知会的泪暗 就一生爱一回 只为痴心人的牵挂 我不害怕意外受伤 就怕不出口来一场 心知云荡 走在青路上 我不害怕意外受伤 就怕意气抱我忘 带着遗憾 忧伤一切照样 我不害怕意外受伤 就怕不出口来一场 心知云荡 走在青路上 我不害怕意外受伤 就怕意气抱我忘 该者一号 游向一切照样 一号 游向一切照样 如果她不把名字看得比我还要重 他应该选择拒绝接受富凯的董事长 可是他做得到吗 他做到了 我亲眼看到他拒绝接受 做富凯集团的董事长 他坚持持续总经理的身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曾经考虑了很久 不想把这个事实告诉你 因为我相信 如果你知道是我爸以他的生命 威胁生涯将他接受所有的安排 包括挑战覆盖事业 和永远照顾耳朵 我想我这辈子 都不可能将你对大的感情 转移到我身上 我会告诉我的 我真的什么都比不上他 我刚才来的时候 你真的和盛雅同电话是吗 他说他今天就要接任 富凯的董事长 他希望能见我一面 可是你拒绝了他 盛雅接任富凯董事长之后 变子的纸会更能熬 就用你的感情 能够支持他度过 我想董事会 所以现在大概正在宣布 盛雅是新任的董事长 我只想为他证实一件事 他的确是为了报道父亲的提喜之恩 才做着痛苦的选择 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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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 徐董事长已经来了 我也 谢谢 来 谢谢 来 来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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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王二 李医院长不是说 您还要在医院里面接生检查 怎么又甚至出院了 我等你正式接我这个棒子 已经太久了 我想亲眼看到你 接任董事长 就算是我并发不治在这里 我也死得心甘情愿 恭喜你 副董事长 请我拿酒来 然后出去不准打扰我 已经有人打扰你 混蛋 这是我私人的地方 我这身臭皮囊刚当上董事长 像不像 看 像不像 当然不像 因为我从头到脚 丝毫就不想当这个董事长 你先心里在嘲笑我活该 对不对 因为如果当年我没有不择手段 想得到今天一切 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我曾经告诉你 我不值得你为我留一滴眼 你早该相信我是个内心 永远不属于石家 却有一辈子脱离不了石家的 傀儡 懦夫 你不是 是 那你一辈子离不开石家的唯一个原因 是一个意志 二王和宇慈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谁也不亏欠 唯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我对不起的是你 我对不起的是你 我打电话要求借你 就是希望在开董事会之前 把这枚戒指交给你 这枚戒指 我原本是希望 在我和尔柔正式离婚之后 我能够亲手为你套上 可是现在 现在我已经永远被石家的家属套上 我今生再也没有机会为你戴上她 所以请你替我毁掉她 我会永远保留她 因为我从未后会爱上你 我决定参加检察官的考试 所以希望你跟我一样 把这段感情 永远放在心里 专心你的事业 你要考检察官 也要线 检察官的职责 是找出证据 将违法的人定罪 可是律师却必须为当事人脱罪 即使他已经犯法 就在法女适量 这就是我做检察官的原因 希望富凯在你的经营下 永远不会再违法 钱 否則你看我這檢察官 招謊會在法庭上 以敵對的身份相見 多保重 再見 再見 來 乾杯 乾杯啊 沒想到我們有和您相處的時候 跟以前一件沒有張揚無轉 完全不一樣 沒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以前那方當男人婆 現在啊 你幹什麼 老弟你談過戀愛沒有啊 幹什麼我都想親你的小手了 難不成你以後給你這個啊 對不起對不起 這是我們第一次談戀愛 如果談得不好請各位多多包含 對不起啊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神經病 自己談戀愛要別人包含什麼 乾脆叫大家集體談戀愛算了 好 那我們就邊談戀愛邊喝酒 嗯 乾杯 爾文少爺在忙 三太爾文少爺 一定在牛棚裡忙著的 都是這死小丁啊 說不幹就不幹了 我替您去找 哦不用了 我不是來找爾文少爺的 我 我找季先生有事 哦 季先生啊 他出去了 一清早啊 他就騎著機車吹著口哨 到台北去了 還你看他那得爺眼啊 季先生這個帥哥一定就要炮上溜了 這一下就說不定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 啊 哦 三太爾文少爺 我說話 太粗了 我到處走走 你忙嗎 好 媽家我到底有什麼機身 連老堂車來不定坐 那坐機車呢 你爸 我坐機車啊 只怕別人知道我來見你 來看我這麼丟媽的你 你 你要一輩子在這裡吃我這些畜生啊 我從小的自願 就是要做牧童 不是牧童 你是石家財產生靈技前人 以前我一直以為你爸偏心耳如根生靈 可是啊 從他親口要求你回復看 可見他是真的很在意你的兒子 偏偏你就不會逮出機會 多爭取點遺產 媽媽 你都是石家人 將來財產屬於誰不都一樣嗎 問題就出來不是 不是石家的人啊 你又在指姐夫是不是 是啊 他憑什麼當董事長 我親口跟姐夫講 我樣樣都比過了 我石敬華 怎麼會生出你這種窝囊兒子 姐夫卻說 只有這點他比不上我 因為我是爸的親生兒子 可是我一點都不像爸 你閉嘴 你還怕你爸不會發現嗎 你怕爸發現什麼 還有什麼 當然是怕你爸 越來越發現你這 親生兒子 又窩囊 又不爭氣 爾文 你就體諒媽媽這一輩子 心驚肉跳的活著 一切都是為了你 能有兒子的身份 孫弟的寄生遺產 看你挺張成這樣 財產對你真的那麼重要 爸 怎麼會發現我這個兒子 他不給我給誰呢 如果 如果你爸發現 你根本不是他的兒子呢 我們母子 一切就完了 我日夜擔心這秘密會揭穿 所以我在十家三十年 我耍婆丟滿 我裝得比誰都神氣活些 你之氣壯 我為了就是要保護你 不讓任何人發現你的身份 你別人告訴我沒有 我已經一個字都不相信 爾文 真的 我嫁給你爸的時候已經給別人回來了 我嫁給你爸的時候已經給別人回來了 不要嫁 小婷 快 快 快去把他追回來 幫你讓他告訴別人 快 放開 我明天去追他 如果他告訴你爸 我的母子就只有跳來自殺了 爾文 快 你瘋了 你要逼死嗎 我我就給他平了 你放棄住你 你怎麼來 我我我我我插死你 你別亂聊 怎麼了 你要是插死我 你就替我買副棺材 要是你沒那個能耐 你就給給我五百萬 我憑什麼給你五百萬 我插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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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什麼 憑你要瘋我的口 我 我乾脆把你給活埋了 我給你從頭瘋到腳 我殺了你 我插死你 插 我插 要是董事長知道了 該被活埋的 是偷了你 更好為少爺 我我插 別開 你動 爾文少爺信什麼 這個秘密不值五百萬吧 要是你不信的話 我去問那個被你們塞上了三十年的大笨蛋 師父長 我插死你 打開 打開 爸 叫得多氣熱啊 你多叫幾聲嘛 要是西洋鏡拆穿了 你這個野種就叫不成了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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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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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死他 插死他 我跟我媽做的事 我們自己會負責 你休想為久吧 如果我爸傷了絲毫 我把你殺成萬鈍 插死他 插死他 留的這個人渣只有祸害 插死他 讓他來插死他 我插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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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插死他 你已經找出人命了 我插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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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插死他 快 快 快快 快去插死他 快呀 你這個死孩子 你要讓他去告訴你爸 你要害死你媽呀 如果當初媽不是做出這種 無恥的事 誰也害不了你 一切都是媽自作你 再插住也來不及了 來得及 來得及 只要追上小丁 不要讓他告訴你爸 你爸就永遠不會知道 來得及 一定會知道的 因為我會親口告訴他 我會讓你做了十幾年的十家大少爺 我讓你做了十幾年的十家大少爺 你還怪媽呀 要不是我 當年我媽發現我壞了你 一逼在我和肚子裡的你一起去死 我是為了救你前來讓你爸的 聽聲不聽 她 她 她是在彈子房耍混的小流氓 當她知道我媽到處找她的時候 她就再也沒有陷過身了 耳聞 媽當年才十八歲 在蕩子房積分 媽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才拉傅昌下水的 當年傅昌在餐廳當二廚 她有老婆女兒 她有好色 媽要不是懷了你呀 我怎麼會嫁給她這種人當小太太呀 媽再無恥 也是為了你呀 我寧願做故人 也不要為了狗我 我欺負爸二十幾年 二雯 你要去哪兒啊 你 你千萬不能告訴傅昌啊 不用我去找爸 等小弟把一切告訴爸之後 爸自然會來找我 我怎麼再有你 對爸呢 你 你 你要離開牧場 我想爸教人一求 希望爸有怪獎打手 不然爸這麼煙的想 我們母子帶給他二十幾年的羞辱 不 為了保守這個秘密 這二十幾年來 受委屈的是我 扶上他沒有吃虧 他白見個兒子 他 他當然應該 分給我們母子遺產 我絕對不能夠 讓小弟來破壞 我 我一定要去阻止他 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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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游啊 來 快給我叫川 我要趕回去 這麼急啊 那 那我開我貨車 送二太太去好 你快點快點啊 好 尔文 這不是你的錯 你跟傅昌 早就跟親父子一樣 請你走開 那我現在就回去 我會想辦法在傅昌面前 替靜華姐引人的 小丁的目的 也只不過是敲詐要請 事情不會像是你想像的那麼糟 我现在估计我还有我妈 只要你记住一件事 千万别让我妈发现 你已经知道这个秘密 否则她会为了保护这个秘密 会不责数段伤害任何人 我希望你 再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你也听我一句话 傅长不是没有感情的人 二十几年的父子之情 不会就这样一笔勾销的 现在只有小丁知道 我自己开车来 我尽快赶回去 只要能够阻止小丁 就不会有事了 真是怎么完案 派了 一千万 一千万我小丁要翻了 一千万 一千万是什么样的 外公 左儿 还没睡 怎么 肚子饿了 叫三姨婆给你煮点宵夜吃 外公嘛 肚子也饿了 我也想吃他煮的牛肉面 三姨婆不在 出去了 出去了 这么晚会到哪儿去 外公 长字上全部都是英文 你看得懂吗 外公当然懂英文了 你看 这个 Bake Potato 就是烤马铃薯 Bake Tomato 就是烤番茄 Dina 就是晚餐 烂吃 就是午餐 外公 你怎么都讲吃的东西 你呀 外公是大厨子出身嘛 我当然最知道的还就是菜单嘛 你讲我更饿了呀 我也饿 谁肚子饿了 刚好去我买的宵夜 谢谢三姨婆 好 你去买宵夜 家里怎么那么近 大家都睡了 我说话是 比油车还要慢 好 怪不得家里这么近 广播电台出去了 大嘴巴子到哪儿去广播了 这么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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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要去看耳闻 家里 没客人来过吧 什么客人 你儿子最像客人 不请不来 我真不明白 她这倔性子像谁 像 像我 我就觉得像 你是倔 你只向心台比低头 我真不明白 她这倔性子又不像你 又不像我 我去看 站住 接财神也不要这么快 那是电话啊 不是门铃 我还以为她来了呢 这么晚谁来了 喂 牧场 我来接 我来接嘛 喂 你怎么不让我听电话嘛 牧场发生车祸了 是不是耳闻 出了车祸了 不是耳闻 警方说 家牧场车的是小丁 刚才那个电话是耳闻打来的 警察赶到的时候 小丁已经当场死亡 幸好不是耳闻 耳闻没事吧 你这是哭还是笑 半夜三更年 你别笑坏人哪 小丁死了 老天爷你真是有眼了 我们耳闻总算没事了 喂 喂你这个疯婆娘 耳闻本来就没事 别人的车祸 你得是瞎紧张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耳闻可是我唯一的儿子 你不要乱咒他啊 对对对对 这世上唯一能揍耳闻的人 已经死了 耳闻你亲生的儿子 已经没事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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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丁有眼了 这 这心脏病 不会恶化成神经病吧 我看他有点不大对劲 对了 小丁是谁的处理啊 盛雅回来叫他去看看 好 耳闻 不会惹上麻烦吧 耳闻的麻烦都已经过去了 你放心 他不会有事了 好 那就好 好 昨天晚上啊 做梦都笑醒了好几次 哎 没办法 老天爷疼我啊 替我消灭了小丁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二太太 您的咖啡 嗯 二太太早 早 三太太早 三太太 您昨天去牧场 车开得太快了 后人都保胎了 哦 嗯 你昨天去牧场了 哎 二丸少爷来了 二丸少爷来了 小丁 老师不在庆幸 我一知道秘密的人 已经不存在 可是刚才老唐说了 他也去过牧场哎 好 一字 真难得啊 怎么 大清早 来给老爸请安呢 我 我不配给爸请安 我连教授爸 都觉得有亏 根本不是爸 你说什么你 爸不是一只遗憾 我不像你 因为我不姓氏 我不是爸的 文 一个逆子 我没有不认你 你倒先不认清我来了 难怪我不像爸 你死傲不像石家的人 完全是因为 因为人格有志 因为你不愿意犹在富凯 不愿意做石家的继承人 你如果觉得愧对你爸 你又不应该再伤他的心 二文是因为 你上次提出 要他回富凯 他没办法做到 心里觉得对不起你 特地回来向你告白的 我告白 告白个屁啊 告白 是啊 他怎么敢不认你呢 他是不愿意再靠你 他是要自己发展 发展 他能发展什么 他除了会扫牛屎 挤牛奶之外 做这个无所谓的 什么小孩的玩具 我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不成才的儿子 爸 你不需要遗憾 二文 爸我求你不要再拦住 因为我这不成才的儿子 根本不认你亲 你说够了没有 你爸爸养了你二十几年 你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父子自亲 你就不要说一个字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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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猫 我都在乱胜棺里 我打死你啊 谁让你气死你爸爸 君华姐 君华姐 你还不走 你把你妈心都没气出来吗 你快走啊 爸 你要是早一点这样管你的宝贝儿子 他早就成才了 还有你 你也好好管管你的哈伟 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只要他成才 也比金华帮我生这件逆子强 气死我了 没问题 他把你结束了 我怕他就抓住了 你怎么有事 我们是想你 你说你怎么办 你你怎么办 金華姐,你怎麼了? 不作弄了 你看,你衣服都是汗 死小丁 一身是血 還不放過我和爾文 小丁 你是說,出車禍死的那個小丁 她為什麼不放過爾文呢? 因為我一想到那場車禍 還好是小丁 萬一要是爾文 所以我就越想越害怕 連做夢都夢到 那個爾文真是個你有性子 總是惹父常生氣 幸好啊,他們是親生父子 說的也是 金華姐,來 你昨天真的沒有去牧場啊? 沒有啊 我本來為了爾男的事 要去牧場找季強 可是 我又怕傅昌不高興 所以在外面繞了一圈 又改變主意回來了 既然知道傅昌 對季強那個小流氓不放心 你就應該自重 我們給人做小的 千萬不能鬧出難聽的閒話 你要知道 一些有情人家的姨太太呀 專門在外面偷漢子 養私生子 你呀 要拿我做榜樣啊 給傅昌生個兒子 給石家立了個大功 所以我在石家的地位呀 早就超過只會生賠錢貨的那個 含香泥了 金華姐現在精神好多了吧 我一想到爾文啊 我就心肌肉跳 我…我是說心煩意亂 好… 啊… 看你什麼樣子 那你為什麼不看看你現在什麼樣子 你瞧… 你現在這個樣子 就像個貝兒遺棄的小可憐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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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我比 我跟你不一樣 姐到現在都還沒有清醒 或許她這輩子都會這樣 所以你現在是家裡 唯能安慰爸的親生女兒 我 我 你要不要搞錯啊 我是你媽口中的賠錢貨 再怎麼樣你也是爸唯一的兒子 他最在乎的就是你 姐就算洗不過來 老爸還有你啊 他要我才愛他 笑死人了 我跟你不一樣 我是外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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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敢玩弄她, 利用她, 我追不著你 我有話要跟你單獨談談 你要是不服氣, 我剛才給你力發掌 到我倫家去, 我們把賬算清楚 我們到我們去 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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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聽她剛剛說什麼? 你叫我不要忘記, 你是在招惱的女兒 她忘了跟她社會是在招惱的兒子 真是老少通妻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是帶你母親來看你的 你母親一緊張過度, 就容易引起心臟病化 她做了一輩子虧心事, 她當然行不好 怎麼會沒心臟病 難道你認為 一定要在傅昌面前, 把你媽處死 才想對得起傅昌, 對得起十家人嗎 你如果真想補償 楊育了你二十幾年的父親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繼續做十家的人 如果你不顧一切, 拆穿真相 受害最深的是父長 至於你媽 我會記得你說的 絕不讓她知道我已經知道真相 但是我還是會繼續替代隱瞞一切的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媽是個不忠的妻子 她要一直對你不好 我這麼做 是為了父長 因為真相拆穿以後 受害最深的是父長 父長真的是很愛你 你們之間的父子之情 不是真相可以取代的 我知道她心裡想的 她不只想把福凱的董事長給你 她恨不得把所有的 都給你這唯一的兒子 你對她太重要了 這一切一切都因為我是她的親生兒子 她 所以我只是罵四聖子的事實 對她打擊太大了 她會沒臉見人的 親不親生並不重要 只要你是真心對十家人 你就已經替你媽贖罪了 我很同情你母親 因為 我也曾經遇人不屬, 壞了哈偉 不同的是 我嫁給了哈偉的父親 而你母親卻為了保住你的小命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選擇了傅昌 你真是我見過最善良的好女人 難怪我爸拼死掉娶你回來 我能更不顧自己的生命要保護你 即將更是堅持愛你到底 那你就聽我一句勸 永遠不要在傅昌面前揭露事實的真相 否則 你不只是逼你母親自殺 你還會害死傅成 彭善呢 會把所有的恩怨 都推到和殷律師的關係上 至於綁架祖兒的事呢 就推到劉海平的事上 那這一切都跟我無關 沒錯 這石董的意思呢 就是你剛剛坐上董事長的寶座 任何的風吹草動 都會影響到你的名譽和聲望 那彭善手判的刑一定不會太重 是嗎 房女士也一定答應他 等他出獄之後替他安排最好的推路 這個 過去呢 過去 只要肯為保護我們富凱名譽做犧牲的人 不論是好人壞人 我們都一律承諾他 讓他後半生不愁之合 想容不盡 富凱是我的當事人 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那是我的職業 其實是不擇手段 讓劉海平吃下所有的罪名 這個你放心 你一個精神病患 不會坐牢的 難怪英律師會去考檢察官 因為像方律師這樣的老實 實在讓他喊了核心 你可以出去了 律師沒有什麼好壞 只有盡責與法 而保護你的名譽就是我的職責 再見 謝謝 這就是我想得到的位子嗎 值得嗎 來 他有個好壞人 離開了 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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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為對 我得到了一切 却失去了你 你在哪里 你听到我在向你忏悔了吗 到底要我凭什么理 不论你问他 他阻止我跟十二文来往 为什么他跟十二文不干不尽呢 你的脑子才不干净呢 你简直无耻 你三番两次找十二文 做出无耻的事情是你 季长 你是疯狗吗 这种事你也说得出口 他又能做得出来 我会说不出来吗 我就不相信 他三番两次到那个牧场找二文 是以季母的身边去看他的儿子 季次 到底怎么回事 很抱歉 这是石家的私事 我不能说 我要回去了 连我也不能说 你被人误解成这样不堪 你也不解释 你去找二文是为了什么 二文也是我好朋友 你们任何一个都是我最关心的 告诉我 你在隐瞒什么 我知道你是关心二文 所以我拜托你 最终多去安慰他 劝他不要再折磨自己 我不随你走 你不要忘了 我也是尔南的季母 你只要在为了包扶傅昌而伤害他 不用傅昌对付你 我会先杀了你 就不过 让他走 他不解释清楚跟石家人在搞什么鬼 他根本就不应该走的 宇慈和尔文的为了我都信得过 他们之间绝对是清白的 宇慈 婉伦说的没错 倒是你接近石家男的动机是什么 宇慈说是因为你喝石腹昌 才报复在尔南身上 没错 这就是我觉到的动机 我丝毫不喜欢那个鬼丫头 我只是利用她 去打击她抢作与之 她那个死灰老爸 你打 你再打 她从小我都是错 我怎么都是错 我赶紧错掉你 我错一生好了 你伤害无辜的恶达 你不止错了 你还伤害害你 师父在抢作我心爱的与之 毁了我一切 让我一无所有 她就对了吧 干嘛 干嘛 我不会罢手的 我不会罢手的 我让那个死灰老爸 亲眼看到她心爱的女人 被糟蹋的职位是什么 靳晨 妈 靳晨 我们的女人 我还没罢手 我还以为是耳濡下鼓了 那没大早 你要去哪儿 去做我女孩该做的事 跟男孩约会 真的 是呀 怪不得野丫头 也有点女人味 告诉你 男人最喜欢的就是 女人中的女人 就好像你三姨这样 女孩子嘛是应该打扮打扮 千万可别学你二姨 跟个圣诞树一样 全身能挂的地方全挂满了 就剩下没挂上能发光的电灯泡 对了对了 像你三姨呀 教你怎么样打扮 只要你学得到 我保证你的男朋友一定喜欢你 就像 就像我爸喜欢你三姨一样 我才不要像她呢 我更不需要我男朋友啊 觉得我像她 二男说的对抵 像我有什么好呢 倒是耳如 生命前一定美极了 二男就像男孩子 不过刚才下楼的时候 我还真以为她是耳如呢 没想到你们两姐妹 还真有几分像呢 对对对 一会儿坐老爸的车去约会 你今天打扮成这样 总不能再野的 再骑机车了吧 从前哪 耳如每次去约会 我怕像耳如 我更不需要做耳朵的影子 去讨你的欢心 你不要忘了 你自己说过的 不做任何人的影子 你放心 我更会做你的影子 去讨机强的欢心 来… 你叫我多疼她一点 多疼她一点 现在跟什么呢 跟个牛一样 机强 机强不是那个小流氓吗 她怎么会 爸 您不是要跟我一块去 开董事会吗 快快快 我起我的腰 走了 坐小服 这真不城 你这死 你的前景 温暖叶的 有机会 你不需要 你依然 多疑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对你 大聲哭泣 然而世界真的太小 我們不一定逃得了 然而世界真的太巧 我們總將那預料 誰敢來回答 所有疑慮 愛恨背後原來是神奇